先幫我們再按鈴一下 因為今天這個問題 我們上禮拜本來在你的時候 今天看到哇塞 這個行情真的滿不錯的 是不是台股就是這樣子 反攻萬五了 沒問題了 你覺得沒問題幫我按圈好不好 你覺得哎呦 世事難聊不可能 按X好不好 欸 你看看 萬五不就是一百多點嗎 我們今天還有三票 一半一半 看著辦 不會 會 哇 差這麼多 段老師 你是一半一半 就一百多點有這麼難嗎 一百多點是非常難的 非常難 很難啊 為什麼 因為如果台幣再繼續貶的話 那恐怕台股一定會變成提款機的 是 你看如果台積電 這一波今年以來 被提了將近五千萬 五千億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可以得到說 國安基金才五千億 那國安基金有辦法 護一黨國 那個護國神山嗎 我是值得懷疑 如果說 我們台幣再隨著日幣一起 再貶下去的話 那恐怕台股絕對會是 再次一波的提款機 OK 好 恐怕是再一次 好 這個蕭老師 我主要是看那個通貨膨脹 事實上還沒有要消失的情況 那這樣的話經濟一定會受到影響 那也就是說 我個人是看壞 目前就是未來的走勢 就是很簡單的 那個通膨的疑慮 還沒有消失 所以你覺得根本不會到萬物 所以今天感覺就逃命坡囉 短線我比較不在行 但是我們在講說長期的趨勢 長期你是看壞 是的 OK 好 講得大聲 是的 明翰 OK 這塊來講 最主要我們要看到這個 所謂上半年跟下半年的一個差距 其實上半年來講主要是因為 通膨肺的緊縮跟 二物漲火三個利空 可是要提醒大家 整個所謂通膨的整個利空來講 大概佔了七八成 其實包含肺的緊縮啦 或者是二物漲火 其實都是導致通膨加劇很大的因素 那下半年來講 有出現比較大幅的反彈 主要是因為通膨高點見到之後 市場的樂觀氣氛 那我們這一個月來 其實就是因為FED的鷹派言論的拉回 但是我們要再度重申 其實重點在這個三大利空之中 一定是以通膨最為關鍵點 那可以看到說通膨的一部分來講 市場在擔心鷹派的言論 那導致近期有接近一千點的拉回 可是你可以看到 在近期鷹派的言論 跟之前還沒發表之前 是藍色的對於市場 對於後續的這個升息的看法 九月原本是升息了兩碼 那後續是升息三碼 可是比較重要的是 市場是一個趨勢的問題 可以看到 11月12月的升息的腳步 是持續的趨緩當中 所以結論來講 就是近期鷹派的言論 所以導致這股市的一千點的拉回 但是這個重點是在 升息的高點延後 但趨勢來講 仍然持續的一個趨緩當中 所以這個角度來講 我們認為說 股市的一個部分 重點回到 只要通膨能夠持續壓回 我們認為指數來講 沒有理由去破底 後續來講 應該就有機會 慢慢呈現軸身的格局了 所以重點是覺得 這個通膨的壓力 應該是見頂趨緩了 那就是可能大家想說這個升息 那我想鄧老師這邊 你覺得升息其實 還會沒完沒了 通膨的壓力依然就在 那我們來看 從美股的方面來看 美股其實也是上演這個反彈 美股怎麼觀察呢 鄧老師 美股的部分的話 基本上就是反映到所謂的 提款機的效應 FED在升息 把所有存在 國外的所謂的美金 全部吸回美國 那美國的股票在漲 那台灣的股票 我也看不懂說 到底它在漲什麼 我們都被提款的提款機 結果我們也隨著美股在漲的話 這個有點反向的行為 那當然FED這一次的話 是在3月份的話 是說要升息升息升息 問題是到截至目前為止的話 都還沒縮表 其實縮表的話 是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你看那個FED 那個資產負債表 就可以知道說 基本上我們看到 FED的資產負債表的話 到目前為止的話 都還沒有開始縮表 所以萬一它走上縮表 這一步的話 那恐怕美股這一波反彈 應該也到盡頭了 OK 美股反彈到盡頭 好 明翰你怎麼看 OK 這一塊來講 剛剛提到這接近一個月 主要是因為FED的一個 所謂的鷹派言論 可是比較重要 大家在關注 這個剛剛提到 9月的這個市場的看法 其實呢之前呢 大家原本是預期升息兩碼 現在理論上應該已經 預期升息三碼 沒有太大的疑慮 理論上升息的這個預期 已經超過九成 所以到底講 看起來是一個利空 可是要提醒投資人 就是說目前的角度 當市場篤定的情況下 就表示這個利空來講 其實都已經反應到盤面上了 所以簡單來講 該反應都已經反應 後續動畫 這個禮拜是很重要的關鍵點 就是這個CPI要公佈 8月的CPI 前個月是8.5 目前預期是落在8.2左右 那我們可以看到 框起來是7月跟8月的油價 其實油價是持續走跌 所以預期這個CPI的部分 持續往下走低 所以這塊來講是 剛剛提到比較重要的關鍵 所以我們認為在禮拜二 這個所謂的CPI公佈 可以看到兩個現象 就是近期的強勢美元 跟這個美債值利率 會有出現比較明顯的拉回 所以很有可能 在這個禮拜二之後 就會有一個比較關鍵的 一個反轉格局 所以我認為說 美股來講 目前反彈的一個現象來講 應該有機會往月線以上 持續的一個靠攏 簡單來講 就是道琼大致上 目前大概有500點的空間 換算台股來講 就是在1萬5 所以剛剛提到 我認為後續來講 只要這個美股能夠來到月線 台股自然有機會 慢慢跟上月線的一個腳步 所以你覺得 基本上這個反彈會繼續 在美股這邊 因為利空頓化 給一個 比我們 目前來講是一個樂觀的氣氛 但是還是要安全起見 要提醒大家風險所在 就剛剛提到 禮拜二公佈的這個 所謂的CPI的部分 現在市場預期是 從8.5落到8.2 那常常投資人會問 如果8.3 或不如預期 稍微不如預期 我覺得沒太大問題 但是如果出來數字跟8.5差不多 發現都沒有往下走 那股市就會出現大的壓力 OK 所以重點是CPI的公佈的結果 是沒錯 但是你是比較樂觀的 然後這個剛剛段老師 覺得是不太可能 我覺得美股跟CPI的相關程度的話 還不如所謂的核心CPI 跟美股之間的相關 你看一下上個月跟上上個月去比的話 核心CPI美國的 基本上是沒有變動的 那如果說你用CPI去做對應的話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 通膨啊 是你物價漲到某一個程度之後 還繼續漲這個還叫做通膨 如果通膨還停留在原來的地方 那也就是告訴你說 你的物價還會持續在漲同一波 而不是說你的物價會停在100塊錢嗎 不可能啊 你已經漲到120塊錢 如果在20%的話 你可能會漲到140幾元 所以通膨的意思 不是物價上升的意思而已 是你的物價是持續在上漲 如果你說8點 9%跟8%有不一樣嗎 我覺得還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美股 美國的通膨膨脹率一定要壓到4%以下 才有可能讓美股回到正常的軌道 4%以下 那還有得等了 所以這個一個是悲觀一個是樂觀 這個我們蕭老師呢 你持平嗎 悲觀 我是覺得說 即便是樂觀 有更好的一個投資方向 更好的投資方向 就是你為什麼買美股有沒有 你為什麼不買美股的債券型的ET 美債ETF 美債ETF 那也是在股市 你就把它當成是股票一樣 然後呢 如果說 剛剛在講 如果殖利率往下走 你就有價差可以賺 對不對 殖利率往上走呢 你就領配息不就好了 所以現在這個時機 我是覺得美債的ETF 其實是進可供 退可守 最好的一個方法 很好的一個機會 我自己來看一下 那個PPB的投資等級的公司債 ETF公司債 現在殖利率5.6% 到哪邊去找這種定存 美債ETF 現在可以進場的時間 我們等一下細細來講 因為這個我想跟段老師看法 不太一樣 因為美債現在很多人債券說 債券可以買嗎 現在還在這個升息的過程當中 可不可以買 我們待會來看 好 對 好